請各位就是在06、01的第39頁這邊 這邊有一個連結 我也是找了一下網路上面 當然我找的原理原則 大部分就是找那個瀏覽次數比較高的 或者下載次數比較高的 因為表示說 大部分人會對這個資料比較有需求 所以用起來感覺好像會比較是多 大部分人都會用到的一個資料 那比如說你今天假設 想要去做一個健康檢查 因為有規定 可能要一段時間要做一個健康檢查 但是哪一些機構是被認可的 那開放資料裡面有 所以我這邊有找到一個 那它裡面的話就是 提供的資料有哪一些看一下 總共應該有1、2、3、4、5、6、7個欄位 OK 那當然如果假設我如果不要 我只要前五個或者我只要其中幾個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做哪些欄位的剔除 那如果假設 因為它提供的有兩個 一個是Json 這個應該是Json 這個是XML 那我們當然以這個單元來看的話 我們是希望把它取得 但是我剛剛提過 如果你要取得XML的話 你要解析 特別注意 如果你用Element3這個模組 你需要先把檔案給下載 並且存檔 OK 那存檔的話呢 是存成的副檔名是XML OK 那你說老師 那之前有交過存成TST 也有交過存成CSV 那好像沒有交過存成XML 那其實道理一樣嘛 所以其實還是那三行 那差別在哪裡 差別其實就是怎麼樣 你把那個副檔名改成XML 比較好了 OK 所以以後 如果假設你要把網路上的 某一個檔案 先下載之後 再來做解析的話 那當然你就可以利用 其實幾個啦 第一個用Request Request就是把資料.get 給它網址 它會把那個字串 存下來 OK 那第二個的話 然後呢 就用那個 我們之前講的那三行 存檔 F等於Open 你開個檔給它 然後檔案名稱 什麼什麼點 那個什麼 比如說Label.xml OK 然後你就把它存檔 那存檔之後呢 你再用Elementry 去解析 就把它開起來解析 這樣就OK了 所以大概原理原則是這樣 所以接下來的話 該怎麼做 當然第一步 請各位找到這一個 我再放在39頁 第二步的話 就是去下載 所以下載的方式的話 步驟一 先下載與存檔 所以下載與存檔應該不陌生 下載的話是這個 然後 所以我們就是用Request.get 然後把它取得 取得之後把它存檔 所以存檔這三行 所以其實基本上的話 應該只有五行 這兩行是下載 然後這三行的話是存檔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這個在第一 雲端40頁 Ctrl C 一下 然後把它 先 但是我們原來的下載方式 好像有個問題 我這邊好像多加了一個參數 就是它如果沒有加這個參數的話 它會出現一個錯誤訊息 我不知道現在會不會出現錯誤訊息 如果我不加這個 只是說get後面加那個網址 這個網址理論上應該就是 我們這個上面的這個網址 就是 xml 檢視資料這邊這個 所以你可以把它選起來複製 然後把它貼到get後面 所以這個資料應該還有印象 把它貼上 然後最後把它存成一個叫label.xml 然後用write 那寫入的編碼方式的話 我把它存成utf8好了 因為它預設可能就utf8 所以把它一樣存成utf8 然後最後把下載下來的這個文字 把它write到這個檔案 然後最後close 但是執行看一下 之前發現一個錯誤 現在好像沒有錯誤 如果沒有錯誤的話 理論上不用加沒關係 我看我那個現在沒加 那只是說我要確認一件事 我那個檔案有沒有存成功 所以我到這邊看一下 修改日期 有label 成功了 所以理論上這個地方 如果假設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你會知道 這個參數是可以不要加的 這個參數 因為它會有個警告訊息 就是說 你要不要確認一下 如果有那個 但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 所以這個其實就可以不加 我把它剪下來 OK 這個加一個註解 好 理論上就是這五行 上面兩行是下載 然後呢 這三行是存檔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 亂完之後的話 到我們根部底下 應該就有這個 那我習慣是把它拖拉到瀏覽器 然後去把它打開 看一下 OK耶 所以其實這樣應該就存成功了 所以沒什麼問題 所以 等於是目前 它這個檔案 已經從網路上 被我把它存到 我的根部底下 那檔名的話 就叫做label 有沒有 label.xml 就這個檔 那我的習慣是直接拖拉到瀏覽器 然後它就打開了 那你說用什麼編輯器開比較OK 其實我覺得好像用瀏覽器開是最OK的 因為xml 它這x的話 其實就是extend extend的話其實就是延伸原來這個 Hml的一個標籤的方式 只是它的標籤名稱是自己取的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標籤名稱 它取得都滿…怎麼講 上面都用中文的名稱 當成它的標籤名稱 那這個都自己取的 也就是xml上面的標籤名稱 都是自己取的 那html那些標籤名稱 不能自己取 都是標準的 OK 所以什麼叫標籤 反正就是用那個小魚跟大魚符號 刮在一起的這個叫標籤 叫tag 那以後的話 我們其實要取資料 他們都會取標籤裡面的資料 OK 那如果xml同樣的道理 那後面其實html也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你要先知道 你要取的標籤名稱是什麼 再把那個標籤名稱裡面的內容把它取回來 那就OK了 你說老師 那我直接複製貼 沒錯 可是你可以複製小範圍的資料OK 但是如果你假設你那個資料 它的資料很大的時候 你總不可能… 還有啦 變動性很大的時候 你每天總不可能每天在那邊 選取複製、選取複製、選取複製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把它放在esale的話 每天都選取複製、選取複製 你要耗掉多少時間 對不對 而且如果你是做那種 比如說像舊情分析的 那根本不可能吧 舊情分析你要跑多少網站 對不對 所有的新聞的網頁你都要去抓 或者是什麼PTT啦 Dcard啦 是一堆的網站 你都要去爬 那你怎麼可能說每天找很多公讀生 每天在CtrlC、CtrlV嗎 不可能吧 所以你可能需要的人應該是 去怎麼樣 寫爬蟲程式的吧 OK 如果不會寫爬蟲程式 可能沒辦法做舊情分析了 所以有些小編有沒有 我發現現在小編這個名詞以前沒有啦 怎麼工作叫小編的 沒有嗎 可是後來因為有這種需求 而且我發現現在小編要越來越厲害 以前可能只是要回答 可能要經營社群 現在好像沒有耶 現在可能包山包海什麼都要匯啊 所以以後小編的薪水可能要越來越高 不然什麼都要匯 但卻給很低的薪水 當然不OK啦 所以常常聽到那個什麼拿香蕉 真的只能請到猴子 有沒有 這個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但問題就是說呢 而且近年要什麼都會 當然開的薪水卻是很低的薪水 那當然一定會被討論啦 OK 所以如果今天我希望爬這個 是XML的資料的話 那第一個我先把它存檔 所以存檔其實我們前面都講過啦 有沒有request 是把網路上的資料抓下來 變成一個文字的字串 然後再把這個字串 如果你要把它寫到檔案去的話 也就那三行 所以其實應該不複雜吧 所以以後都是很多地方把它拼拼湊 你就會得到一個功能 有沒有 第一步OK了嘛 那接下來第二步呢 我剛剛講element tree 這個模組 它可以幫我解析 那解析的方式有點像是這樣 你一顆樹有沒有 所以這顆樹你給它 它有個方法叫get root get root的話就是把這顆樹取過來 接下來往裡面去找 找它裡面的資料 可能叫data吧 裡面底層這個叫data 那data底下的話又一層 所以你會發現 它有點像一層一層的階層 有沒有 最外層可能一個root 然後在裡面可能是有點像是一顆樹的樹枝 樹枝又可以再往裡面又很多的 有沒有 就是再往外 所以它的架構基本上有幾個欄位 這邊應該可以蠻清楚的 就是說它的限式別 OK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有點像是一列 一列資料 然後總共有幾個欄位呢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欄位 所以呢 可以看出它有六個欄位 然後六個欄位裡面的資料都在裡面 而且你會發現 它這一列的名稱 有沒有這個標籤名稱出現了 下面又再出現 有沒有 然後底下的這個欄位名稱又出現 而且你會發現出現就算了 前後其實長的都一樣 差在斜線而已 所以可想而知 XML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資料不斷重複 所以會變得很龐大 所以你假設 你從網路上low下來的話 那可能也說要low很久 OK 所以 這個是它的一個缺點 但是它的優點就是它的階層 蠻清楚的 所以你要取得資料 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轉換了 所以如果 當然有好有壞 如果沒有這些階層 你要取得什麼樣的資料 其實就比較不容易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已經把它存檔了 所以我們透過剛剛的方式已經存檔了 OK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 這總共只有五行而已 OK 那接下來的話 下一個步驟就是要解析 解析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步驟二了 我這邊上面已經有寫清楚了 所以 利用那個element tree 去把它開檔 並且解析 那大家我剛剛講過 其實如果你要解析那個 XML的檔案 其實在Python裡面 有非常多模組可以辦到 但是因為這個最簡單 只是它缺點是一定要檔案 所以我們已經把它存檔了 當然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其實我查了很久 發現其他的很多 也可以解析 但是都非常的複雜 程式沒這麼簡單 所以最後選了一個 相對比較簡單的方法 OK 那接下來我如果要解析它的話 很簡單 接下來我需要什麼 步驟二對不對 先需要把那個element tree 直接把它引用進來 不過這個element tree 它其實是在這個 XML.ET ETREE裡面的一個 一個類似像一個方法 然後呢 因為它的名稱比較長 所以我把它取一個別名 叫SET 但這個名稱不取也沒關係 如果你有SET的話 那以後呢 我就稱呼它的名稱 就不用是element tree 而是叫ET ET好像感覺比較簡單 所以底下的話 利用什麼 利用ET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Path 解析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把那個路徑 檔名跟副檔名給它 它就會到那個根目裡面 因為我們已經存檔了對不對 然後它就去找找看 有沒有這個檔 有的話呢 那就幫我把它解出來 所以呢 我利用這個 這個Path的這個方法 它會產生一個 一個物件 所以物件的 名稱 我取 叫OBJ好了 這個名稱也是 這個叫物件的一個變數 那這個物件變數裡面的話 有一個方法叫GET ROOT GET ROOT的話 就是顧名思義嘛 我剛剛講的 就是這一顆樹 這一整個幫我取出來 OK 那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一個表格啦 這個表格的話 它的欄位名稱就是這六個 有沒有 就是理論上上面嘛 然後資料的話就是等於是 橫線 所以啊 理論上這樣的話 就是一列 那裡面的資料呢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有沒有 所以這個的話呢 等於是六個資料 然後下一列的話呢 就是下一個 然後又六個資料 下一列 所以呢 理論上 一個像這樣的一個DATA 就是一列的意思啦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拿來解析的話 那我當然可以給它一個 比如說用那個GET ROOT 把它取到之後的話 那我這邊取一個那個變數名稱 那一列叫TABLE 那再來的話呢 就我要把它 最後存成CSV的話 欸 怎麼樣存成CSV 那一樣的道理啦 我們這個地方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檔案存檔 那待會試試看喔 大概幾個需求 不外乎就是把它存成CSV 或者存成Excel 或甚至存成資料庫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喔